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状况已经影响飞安 同时呼吁相关单位正视问题 不要等到出人命再来检讨 从照片中我们甚至看到 飞机轮胎已被坑洞磨破 画面出目惊心 好几公司一早已请相关人员前往勘察并做出回应 我们希望前面强化的工程在华星道 整个改建完成以后 包括机坪老旧的板块 我们都做一个彻底的换修 从最基本的稻床稻基开始强化起 然后未来会改成佛游的道面 整体来讲大概会到109年底 整个华星道的一个改建作业才会完成 台北市仰德大道 今日凌晨发生严重车祸 自小客车下山疑似车速过快 过弯时失控撞上风格道 造成整台车翻覆引擎盖还冒出白烟 经过警方调查发现驾驶年仅16岁 无照驾驶租车还在同4名友人 事发时一名乘客当场被抛出车外 其余4人手困车内 这个路口它其实是个弯道 它其实是弯道 而且中间有一个分隔岛 那我们调查的结果 以状况来判断 应该是属于一个驾驶失控 救务人员赶到现场抢救 将5名伤者分别送往龙总 及新光医院救治 至于招事原因 仍在警方厘清 白色的拱门长廊 蓝色系破浪屋顶 蓝白交错地中海风格 充斥整个校园 这里是有全台最美小学之称的 台东风源国校 不过官网上红字大大写到 即日起包含假日将不再对外开放 游客常常来这边 你们的感觉怎么样 如果他们好好的话 应该不会 他们会弄得很乱吗 会乱就落实 然后今年期都会接很辛苦 风源国校自2012年改建后 独特的希腊式建筑 吸引大量游客慕名参观 近年来成为台东最夯的打卡景点之一 校园成了观光景点 虽然说知名度大增 但也带来许多问题 校园环境屡遭游客破坏 历假日后多余的垃圾 成为学生们的负担 校长表示 希望让校园回归他应有的教育价值 才会忍痛做出不开放的决定 电影星层师孩子会觉得他们打扫学校 不是因为他们希望这个空间 他们自己的学习空间 是很舒服很干净的一个想法 而是他们是为了游客打扫 对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负面的教育 对 那所以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 哇没有想到很起大家这么多的关心 Google街景服务 今日针对台湾特搜景点 更新超过150个室内外场景 此次更新主要考量人温 自然因素的变迁而重新拍摄 包括拍摄两厅院的室内空间 Google还首次将街景背包 安装在阿里山铁路台车上进行拍摄 完整呈现森林铁路的沿途景致 本次新增景点中 还加入桃源观音藻礁生态保护区 希望借此欣赏到特殊的自然地貌 加强对自然生态保育的意识 同时也针对民众特别喜爱造访的风景民省 来了一波大翻新 像是高美湿地 七星潭 华山文创园区及赤坎楼等 届时使用者能更便利地选看最新资讯 来计划出游行程 本月14日的纽约时报标题写道 亚洲言论自由堡垒何在 香港靠边站 现在是台湾 描述香港面临北京加强控制下 现在的台湾已成为 亚洲最具活力的民主国家之一 五国界记者组织 自2002年起 每年公布各国新闻自由指数排名 今年台湾的排名上升三位 排在第42名 仍蝉联亚洲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国家 五国界记者组织 去年4月在台成立第一个亚洲分支 原计划在香港设立 但担心无法得到该有的法律保障 考量后选择在台湾成立机构 五国界记者组织秘书长德勒瓦 称赞台湾是亚洲最自由